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最新租金报告出炉 北温哥华市的一居室租金价格 最近一个月再度飙升10.44% 成为全国租金最贵的城市 事实上温哥华市在疫情之后 一直是全国居住最昂贵的城市 其租金价格比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更高 但今天北温哥华市迫不及待地超越了温哥华市 据DailyHive报道 Live.rent的最新租金报告显示 北温正式成为全国租房成本最高的城市 整个大温地区无家序 一居10单元的平均租金大幅上涨 在11月租金价格达到2317元 10月份还是2256元 而北温毫无疑问成为本月全国租金最昂贵的城市 该市未配备家具的一居室单元租金 在这个月上涨了10.44% 已经达到平均每月2760元 Live.rent租赁专家保拉·阿泽维多表示 利率上涨是导致租金上涨的最大推手 过去五个月利率翻了一番多 房东别无选择 只能提高租金以支付与出租物业相关的部分成本 总体而言 紧随本温之后 加拿大租房成本最高的城市是 西温2655元 温哥华2594元 列治温2446元 和本拿比2445元 其实BC省的租金一直都是傲视全加拿大的 增幅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早在今年8月 BC省的平均租金就已经达到每月2578元 为全国之最 年同比增长率为23.7% 安省以平均租金2367元排第二 但年度增幅只有15.7% 温哥华的公寓平均租金更是全国最高 达到每月3184元 其次是多伦多的2694元 然后是密西沙加的2348元 根据Rentos网站的数据 全国的平均租金 2020年和2021年基本都是下降趋势 2020年在9月更是达到9.4%的最大跌幅 2021年在4月达到9.3%的最大跌幅 但租金在2021年10月开始持续上升 2022年8月最终达到11.1%的最高升幅 Rentos.ca的报告根据在线页面浏览量 列出了各城市受欢迎程度的牌位 其中BC省的本拿比明页第一 温哥华明页第三 新西米第四 北温第五 列治温第七 维多利亚第九和苏里第十 总体来说 最受欢迎的城市 前10名几乎被大温地区霸榜 由此来说房价高 租金棍也不足为奇 而另外三个进入前10名的城市 分别是安省的华铁路 多伦多旧城区和新斯科社省的哈利法克斯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想定居大温地区 想租到合适的房子 租赁专家阿泽维多表示 租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信用记录和参考资料良好 这样或许房东会觉得你是一个好租客 从而愿意多少给一点折扣 加拿大食品价格飙升至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让加拿大人付款时感受巨大经济压力 为了节省而减少吃健康食品 这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食品价格于9月份飙升11.4% 为41年来最快年度涨幅 新鲜水果价格上涨12.9% 新鲜蔬菜价格上涨11.8% 烘焙食品价格上涨14.8% 肉类价格上涨7.6% 是加拿大食品指南中推荐的健康饮食 对加拿大人来说更加遥不可及 而生活必需品价格也达到新高度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期间 加拿大一瓶三生植物油价格上涨40%以上 去今年最昂贵食品榜首 今年全国使用食品银行的加拿大人数量也创历史新高 3月份访问量接近15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15% 比大流行前2019年3月增长35% 萨省大学加拿大应用和社会研究中心一项最新全国调查显示 超过30%的加拿大人表示 由于成本上升 减少进食健康食品 由于没有迹象表明食品通胀放缓 多伦多注册营养师和营养专家Ibi Langer 建议市民可货比三家 使用优惠券和选择更便宜的食物选择 选择较便宜又可提供营养的食物 如豆类 扁豆 豆腐和鸡蛋等 而食品银行和其他慈善食品援助 也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地时间11月4日 推特新老板 美国富豪埃罗马斯克 正式进行大规模裁员 引起各方关注 甚至为推特招致司法纠纷 5日 在马斯克接管推特后 一直闭口不言的推特联合创始人 前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终于打破沉默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对所有员工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负有责任 我把公司的规模扩张得太快了 我为此道歉 公开资料显示 推特的前身是于2015年成立的播客平台 Audio 杰克多西加入Audio后 于2006年3月创立了推特 成为该社交平台的联合创始人 推特从Audio独立后 多西负责担任首席执行官 见证了推特通过风险投资的两轮融资 后在2008年改任推特董事会主席 2015年 多西再次担任推特首席执行官 2021年11月 多西宣布辞续推特首席执行官一职 改为由推特首席技术官 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接任 今年10月31日 刚刚收购推特的马斯克表示 他将成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据美国娱乐业杂志综艺Variety消息 11月4日 马斯克对推特正式进行大规模裁员 推特安全部门负责人透露 整个公司的裁员幅度约为5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 截至2013年6月30日 推特拥有约2000名员工 截至2021年年底 推特的全职员工超过7500 11月5日 多西在推特发文 回应推特裁员仪式 这也是他在马斯克接管推特后 首次在该平台上 提及推特相关的话题 他表示 过去和现在的推特员工都很坚强 不管有多困难 他们总能找到办法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很生气 我对所有人面临的处境都负有责任 我把公司的规模扩张得太快了 我为此道歉 我感谢并热爱每一位 曾经在推特工作过的人 我不期望你们此时或未来也会这么想 但我能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 在马斯克于今年4月刚放出收购推特的消息时 多西给说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 直言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马斯克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最受信任和广泛包容的平台 这是正确的 这也是帕拉格的目标 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 谢谢你们俩让公司摆脱了困境 这是正确的道路 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 事实上 马斯克在接管推特后确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先是将原本的首席执行官 首席财务官 总法律顾问 以及政策 安全领导主任 和法务长等高管通通解雇 后又解散了董事会 让自己成为唯一董事 至于这次的大规模裁员 马斯克给出的理由是 推特每日亏损太大 不裁员别无选择 关于推特的裁员 不幸的是 当公司每天亏损超过400万美元时 我们别无选择 每个离开推特的人都得到了三个月的遣散费 这比法律要求标准高出50%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 推特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广告 马斯克接管推特后 一直在寻找削减成本开支的方法 并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 在该平台上赚钱 例如11月5日 推特出台了一项新政策 用户需要每月支付7.99美元 才能在推特上购买蓝V验证 目前获得蓝V认证的推特用户 一般都是名人、政治家、记者 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真实账户 此外顶着蓝V认证 来抨击马斯克的用户也不在少数 对此 马斯克在5日发推戏谑称 可以骂我一整天 但这得付8美元 全球妹子都在用的网红产品 许多人在小红书被中草的品牌 现在竟然因为能致癌 而被加拿大卫生部紧急下架 加拿大卫生部在10月中旬的时候 发布了一份安全警报 由于查出了致癌的化学物质本 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 大批量召回美化产品的声明 其中包括了十几款在小红书上 许多网红推荐的Dry Shampoo 也就是头发油腻不用洗头 直接一喷就能干净清爽 设施的产品包括Bethead TG Dove和TraceMe等品牌的免洗头喷雾 这次在产品中刚发现的大量化学物质 是一种致癌物 如果大量接触可能会导致白血病等血液疾病 加拿大卫生部警告 立即停止使用这些产品 并按照包装上的处置说明进行树立 截至本周三 加拿大卫生部已经收到了100多起 使用这些品牌导致的相关事件 在使用涉事产品后出现了刺激和过敏反应 可能身边很多的姐妹们 真的是把抓衣衫铺当作防晒再用 天天靠它续命的 赶紧换牌子吧 健康最为重要 天文迷注意了 今年最后一次月全食 将于周二凌晨在江大各地看到 根据贵湖大学托马斯的说法 这也将是2025年3月之前的最后一次日全食 托马斯是著名的天文专家 他的绰号是大欧巴克斯 他说下周要登场的月全食 又被称为海里雪月 雪月一词是指月食期间 月亮沐浴在诡异的红光中 从现在到那时 北美只会有两次半饮食和两次偏食 从相对罕见的月食中可以看出 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圆 托马斯是Royal City Science的联合创始人 这是一个致力于STEM教育的非营义组织 他说月球有点绕地球旋转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当轨道已进去的方式排列时才会发生月食 以至于地球的阴影阻挡了太阳光在满月上的反射 轨道排列的方式只能是每隔几年就会产生一次群食 周二 日食将在东部标准时间凌晨3点左右开始 整个日食发生在东部标准时间上午5点17分到6点42分之间 与日食相比 月食可以安全地用肉眼观察 并且不需要任何花哨的装备 但托马斯建议离开城市以避免光污染 如果想在观看时获得一些额外的清晰度 一副双头望远镜或小型望远镜会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